Hello,大家好,我是娜娜 我们今天跟大家拍这个视频主要是什么呢 我们封了差不多是有三天的时间的一块料子 一块大料,是一个摸弯剂的 差不多重量是60公斤是不会下的 所以说我们待会要去拿料子了 货主终于打电话来通知我们说搞定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准备是拿点钱去把料子给拖回来 然后验完货之后,咱们最有发货去了 好吧,待会给大家去看 好吧,给大家听一下 鸡山窩心爱的小摩托,风里来雨里去的 现在去拿我们风的三天的大料 这摩托车去拿 这里是我们住的地方出来的一个大路公路 跟着这种姐姐的房子 姐姐的建树,姐姐的围墙 那这里就是夜市了 这一简条下去都是夜市的 这里是夜市白天的样子 这些晚上到了这晚上 这里全部都是说我主邓的收料子的老板 那这里是宾馆 这里是一个宾馆啊,米社 哪有个水啊 那像这个水 好大啊 那这边是切石头的工厂 卖水做的 给大家一一介绍 那这一条也是夜市啊 这一条下去呢 是整个一个龙肯夜市的高货山区的 这晚上到了也是同样的路边 全部都是同样的 现在是白天的样子 太长高货区啊 那 手指的这一家 关着卷连梅的这家呢 是全部高货区在他们家的 这一条乌鲁河 这条乌鲁河 温泉已经泡了 这条乌鲁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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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呢 这个水已经长得 没面了 这个墙都感觉要沿过来了 因为下雨水啊 水啊 水啊 这种东西很大呀 看来滚 一种滚的 那种滚 你看这边是个滚的 现在呢 现在呢 是要去拿我们的车子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车子呢 不快了 拿去修设计进去 我们要去拿那个大石头呢 那个大石头差不多是有 六十公斤左右的 这个大料理 那我们呢 这个料理的相对来讲 家庭也比较贵啊 所以呢 非免费呢 也非得比较多 所以我们就 开车去呢 可以比较安全一点 所以 费的现金会比较多嘛 这边都是现金会比较 交易的比较多嘛 所以我们现在是去这个 修理厂的路上 之后呢 我们又去拿料子 去交钱 一手交钱 一手淹货 你看这边的排水道 就是这样的 然后下雨之后呢 都是冲刷成这个样子的 直接道路 哎呀我临时了都 终于来到了 看看我们的车子 昨天那是跟我们说 今天能够好了 但是不知道啊 我照着这条路下去呢 也是一个弯的 也是一个江弯的 也是一个墨西山弯的 那我们来这家拿车子啦 呦呦 这雨下的好大 哎呦 我来拿车啦 你的车子 下了好大的雨啊 然后呢就是 这条路上去呢 也是一个江湾市场的啊 也是一个江湾市场的 一个渤湾市场的 就是也是有料子 你也在那边 送料子收料子的 就这条路上去啊 然后呢 这条路下去呢 又是一个湾 又是一个江湾市场 也是一个叫 墨西山湾的一个渤市啊 好了我们先搭车 拿完车之后我们去到 拿这个拿铁的地方 再给大家分享好吧 现在是在去这个 帕卡拿铁的路上 给大家看一下啊 现在雨季啊 这个在 棉田这边都是这样的 只有下雨的时候 水淹水慢了 之后才想起来捞沟 捞沟这些啊 才想起来修路 这边的路是这样的 现在下雨的时候呢 才想起来捞沟 你看看哈 这个挖掘机现在在捞沟啊 因为为什么要捞沟呢 因为这个山水大呀 山水大呢 会漫家里面去了 很多老百姓呢 房子比较矮的地方 都是被淹了哈 这个树洞捞沟 就是树洞下水道了啊 用咱们这边的话说呢 这么牢勾啊 不专业的一点呢 咱们就是出动下水道 这个水你看啊 山水很大的这边 因为这边呢 它都是水水那种沙石土啊 它不吸水的 所以一到下雨呢 就没有办法了 哈喽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 仙洞这边呢 是一个改口料居 比较多的一个市场的地方 那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下雨呢 这个路上都是一些烂泥土啊 那我们现在呢 准备是过去那边换田去了 就是我们用这个 就是人民币换成免币的方式 去给大家开啊 换田 现在的潜水呢 是挺高的啊 是517的 好吧 走吧 好了 我们到门口了 我们要进去拿钱去喽 数钱去喽 拜拜 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从帕港拿钱过来了 然后呢 现在呢 他们已经把料子送过来了 我种了一包钱呢 现在呢 要水钱了 拿料子吧 拿看一下 他们把料子也送过来了 就是他们开来的车子 这怎么过去啊 等一下啊 我绕一下啊 帮我去那边 好 咱们送了三天的料子啊 终于搞下来了 拆开感觉啊 好 我们要拆包验一下货 好大的一块木弯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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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包呢 就算了 好大 要不然 我们要报告了 就算了 拆包呢 最终的 是 变客了 好吧 有点 орот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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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搞下了 这个三天的三天的 太难搞了 几斤多折 一波三折 看的是 太不容易了 现在我们在路上了 就他们送过料子不来 一个大料 非常大的波音机 你看 这种料子是保那种收藏级别的 我们就不打单了 因为由于咱们的VIP 哎呦 转不动 好了 这个大料呢 终于呢 从他们的车移到咱们的车上来了 看看咱们烟火完毕 给咱们的VIP翠友去搬货了 把我们家去 大矿主开这个车来 大矿主在车 大矿主在里面的车子 好了 跟大家分享到这里